相信大家也看过我们很多花友家里面养的朱定宏 两三年以后出现一个完完全全爆棚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今天就给他说一下怎么来做 我面前这一盆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品种 它叫做我们的鬼妹 这是第一年的球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来给他看一下我们第二年的球 小伙伴们来看 这就是我们第二年的球 它的球会变得更加的大 并且它还会冒一些小窄窄出来 像我们两到三年后是什么样子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盆就是我自己的一盆阿弗雷 它是最开始三个球 现在总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七个大球 并且有十几个小球 相信我们明年春天这一盆就开得非常的漂亮了 那我们如何从一个小球变成这样一个 两到三年后的一大盆苗呢 我们第一要及时的给他换大盆 只要他更新完以后就给他换盆 并且我们的一个底肥给足 可以给我们的奥绿环食肥 如果您实在想给一点水龙肥 您可以把我们月季秀球吃剩下的一些肥料 给它吃一点也可以 只要您正常换盆 它到我们的两到三年以后 就能够长成这么样子了 并且最一个点 我们要给足足够多的一个光照就可以了 那很多花有关于我们的一个株定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捡叶子 需不需要捡叶子 株定红的花剑是从叶片中间长出来的 假如说您不把它的叶子给修剪了 它会出现把花剑夹在球体里面的情况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植株的开花 所以说我们就在过年的时候 或者说您的温度低于零度的时候 您就可以选择把它叶子剪了 它在我们的第二年三四月份 就会如期的绽放了 我们的株定红真的是非常的好养 今天我们的株定红的养护就给它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株定红的繁殖 比如说什么切球法 我们下期再来给它细细叙说 哈